大家好,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,今天为您带来精彩视频。 最近网上爆出了2022年好声音导师名单,跟去年一样,也是大导师加导师助教的模式。 五位大导师是李荣浩,尼克勤,李健,邓紫棋,肖敬腾,毛选结束后李健退出,肖敬腾结榜。 四位导师助教是周深,扎西平处,黄霄云,单依晨。 当然,这个名单一看就是假的,根本经不起任何推敲,要是目前比较能确定的,可能就只有李荣浩一人。 因为李荣浩跟好声音签了四年,今年就正好是第四年,所以他倒是有可能加盟2022年好声音。 至于其他的嘛,那就纯属胡编烂造了。 很多网友关心的倒不是名单的真假,而关心的是,你周深现在的乐坛地位够不够资格担任好声音的大导师呢? 我的回答是不够。 周深现在的乐坛地位如何? 当红实力歌手,新生代歌手的代表人物,如果划分等级的话,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线歌手。 周深现在肯定是一线歌手,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,但是,不是说一线歌手就有资格担任好声音导师, 因为一线歌手太多了,张杰,薛之谦,许松,李荣浩,李宇春,张亮颖,肖敬腾,张碧晨,周笔长等等都是一线歌手。 然而我们看到,这几位歌手当中,只有李宇春和李荣浩当过好声音的导师。 好声音作为一档影响力深远的国民选秀音乐综艺节目,他对导师的选拔是极其严格的,唱功根本就不是首要条件。 那看什么呢?首先要看资历,我们可以看到好声音史上,大多数导师都是一些资历很深的殿堂级歌手。 刘欢,纳英,周杰伦,汪峰,于成庆等等。 即便后来的李宇春,李荣浩相对来说比较年轻,但也有着很多年的歌手经历,节目组不可能找一个出道几年的歌手来当导师吧。 然后就是影响力,李宇春和李荣浩当初当导师的时候遭到不少人的质疑,根本原因就是这两人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力。 其实不是,李宇春是80后90后两代人的青春,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。 而李荣浩是继周王桃林之后,又一个各方面都很全面的音乐人,自然是有他的优势。 在终生代歌手选拔好声音导师,如果李宇春和李荣浩都没有资格,那就不要说其他终生代歌手了。 再看周深,资历肯定是不够的,他也只是这几年才刚开始崛起,以至于影响力,那就更不用说了。 周深目前只是很火,可是还没到达产生较大影响力的地步,所以得出的结论是,以周深目前的乐坛地位,还不足以担任好声音的导师。 要说现在好声音学院中,距离大导师,最近的可能就只有张碧晨。 虽然张碧晨跟周深同一年出道,可是张碧晨火得早一些,又是纳英的得意闻声。 如果好声音愿意捧张碧晨一把,完全可以邀请他当导师。 况且,有消息称,第九季导师助教的社剧,就是为了给纳英的接班人张碧晨转正。 在中国好声音2022最新录制的导师对战中,廖昌永战队败给了李荣浩战队。 与此同时,廖昌永导师也是宣布退出好声音。 原因是,上映开学,根据安排作为院长的廖昌永不得不退赛,保证学校的正常工作,而接替导师将是周深。 我们都知道,廖昌永不仅是为歌手,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教授,在今年三月更是受聘担任了上映歌剧院院长艺术总监。 所以廖昌永不同于其他导师,身份的特殊性最终有着这样的决定也一点不奇怪。 当然又不同于去年纳英退出,虽然都是工作,但是性质毕竟是有所区别。 当然去年廖昌永接替纳英,如今周深接替廖昌永也都是实力歌手,虽然遗憾,但是又让人期待。 最新录制的导师对战,廖昌永是以3比5的分数败给了李荣浩战队,也意味着廖昌永战队要淘汰一位学员。 而本季廖昌永战队的最终学员是范本彤、王泽鹏、钟凯玲、周飞哥、林润馨、彭忠浩。 与李荣浩战队的对战中,范本彤输给了杨淳、林润馨输给了蔡紫一,彭忠浩输给了张艺文,而王泽鹏输给了李楚楚。 周飞哥赢了周琪,尤其是周飞哥和李琪的对战上,更是出现了逆天的评分51比0。 当然,王泽鹏对战李楚楚也是大比分领先,但是输掉两局,还是对战失败,又要淘汰一位学员。 不过从这次对战中,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具实力的选手。 廖昌永导师战队并不差,可是如今廖昌永导师要退出节目,自然还是有着遗憾的。 回顾这一季廖昌永导师的表现,真的是出人意料。 虽然这一季好声音整体上反响平平,毫无水花,可是作为导师的廖昌永,无疑还是给人眼前一亮的。 去年,廖昌永导师接替马英,未能参加盲选阶段,而给人印象就是严肃的学员派导师的模样和气质,综艺感缺乏。 可是如今,第二次参加好声音,也是首次参加到盲选阶段,不再是严肃,庄重,变得活泼,活跃了起来,更具综艺感。 在抢人环节毫不客气,更是直言爽语,表达着自己对学员的喜爱。 当然也是学会了各种招数,比如拼资源,拼能力。 诸如面对着年轻实力歌手蔡子一,直接表达着自己的喜爱,更是搬出自己的幕后制作团队,来吸引学员。 然后,为了争抢谢天宇,也像其他导师那样和学员一起合唱歌曲,又比如面对着非常喜爱的王英杰,直接登台合影。 不管结果如何,这股拼力,争夺优秀学员的劲,一改往日严肃的特质,让我们看到了廖畅永导师平衣近人,又活泼可爱的一面,而不是那么高高在上,像老师那样严肃。 当然,除了这些,廖畅永导师也是非常重情的导师。 尤其是最新一期节目中,抢下面临淘汰的范本彤,廖畅永导师对范本彤是真爱,范本彤最开始开启了廖畅永战队抢位大战,与彭忠豪对决,面对着两位大将,让廖畅永导师难以抉择,更是恳求其他导师能够为其拍灯不活未挑选的学员。 虽然廖畅永导师未能选择范本彤,但是本身选择彭忠豪也是重情仪的体现,而又未被挑选的学员求情,更是重情表现。 而在尤其,范本彤又再次面临淘汰出局的危险,廖畅永又是果断出售,拍灯挽救了范本彤,廖畅永也算是弥补了遗憾。 虽然这是个竞技节目,但是廖畅永导师在冷冰冰的规则之下,又有着温度,给予优秀学员一关怀,这是难能可贵的。 当然,如此也是让他在残酷的赛制面前,略为吃亏了些。 另外,廖畅永导师也是知识担当,毕竟是为院长、教授,所以在文化知识方面是渊博的,比起其他导师文化修养更高。 在一期节目中,廖畅永导师为大家普及了红头船精神,从近代的人口前途历史,到朝鲜的红头船,眉尾到来,就像是一位老师讲课一样,生动又形象,给所有人都好好上了一课。 结合学员的演唱,讲出了歌曲背后的故事,又只有廖畅永导师能够如此。 而廖畅永导师也是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才。 和维万人计划,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特殊支持计划,全国也仅有一万名左右,所以能够入选这一计划,足以说明廖畅永导师的厉害。 这便是中国好声音2022呈现的廖畅永导师,打破了偏见,更加真实丰富,也更加让人喜爱。 当然最终我们还是要理解尊重廖畅永导师的决定,也期待周深老师能够带领战队再创佳季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,敬请关注。